大家好,我是牛妈 今天买了4块钱老豆腐 给大家分享豆腐最好吃的做法 用的是这种2块钱1块的老豆腐 含水分比较少 2块豆腐大概有650克 加入3克泡打粉,1克盐 抓揉均匀之后搅拌上劲 除了用泡打粉也可以用小苏打代替 如果喜欢吃那种很空心的丸子 泡打粉可以多加2克 豆腐搅拌上劲之后压紧实 静置20分钟 然后搓成丸子 再下落6层热的油锅 炸至表皮酥脆 丸子下锅3-4秒之后 轻轻搅动一下防止粘锅 炸至浮起并且表皮酥脆 带点蛋黄色可以用肉勺捞起晃动几下 晃动的过程可以让丸子自能空心 丸子炸好之后再调一个灵魂蘸料 葱姜蒜末再加入香菜 万能辣椒油 辣椒油的视频以前有发过 有需要可以去看一下 再香醋 生抽 温开水 然后搅拌均匀 丸子掰开 淋上一小勺料汁 一口一个 非常的香 这个绝对是豆腐最好吃的做法 好 好 好